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佩博公民新闻报 高雄是前真区草芽的新人国中 附近工业区环绕 学校老师运用在地特色 搜集废弃的工业零件 教导学生做成装置艺术 透过参与让学生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位于高雄前正区的草芽一带 是个工业化地区 在高科技发展的时代 年轻人口逐渐外移 然而身在草芽的新人国中 却教导学生如何运用在地支援 将工业区的废弃物做成装置艺术 让学生们更了解草芽的文化 我们绕过校园四周围一圈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边非常非常多的修车厂 那也因此我们就开始去搜罗一些 废弃机车的零组件 然后透过培训孩子焊接的技术 然后先从趣味化 然后做中学的概念 来培养孩子基础工程的能力 此外为了让居民与在地有更深的连结 新人国中和第一社区大学合作 开办艺术艺术 结合艺术创作的课程 像是手工雕刻 每个人不同的科工与创工 做出各式各样的作品 这里是做一个成人学习的场域 所以我们就是说 从生活上的一些对木工的想象出发 来做这些互动的教学 在学习的过程中 虚拟能有第二端场外 也有更深的在地认同感 我本身就非常喜欢木头的东西 那希望能够来学一些技术 能够自己DIY这样子 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透过装置艺术 和相关课程的定型 相信草牙不只是个工业化地区 而是充满文化的地方 草牙地区还有一项特色 那就是由长辈负负责耕作的 银发组农员 市政府提供土地出租 社区大学指导无毒有机耕作 让长辈可以种出健康 吃得安心 为因应高龄化趋势 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 在草牙设立了南区银发族农员 提供长辈们培养种植兴趣 位于新人国中旁的银发农员 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历史 在民国105年的时候 由高雄市第一社区大学得标接管 推广友善环境与有机耕作的第一社大 刚开始向农员长辈们推广此观念的时候 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其实这边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很惯性地在使用化学肥料 我们要怎么去做沟通 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课程这件事情 去进入我们的这个银发农员 透过轻松的上课方式 搭配进场协助解决工作问题 长辈们开始接受有机耕作的观念 也渐渐养成习惯 间接给了自己一个更健康的生活 除了实践友善环境的概念 瘦大也不定期举办活动 促进长辈们之间的交流 草芽在外人严厉 也许是年轻人出走的旧居落 可是银发农员 让在地人找到生活中的新乐趣 望着长辈们互动的笑容 我想这正是草芽另类的新生命力